中秋节大家过节的方式 常常看到就是吃月饼或者是烧烤 但是如果吃太多呢 节日过后就会留下后遗症 尤其是糖尿病跟肾脏病患者要注意血糖 台中慈禧医院的营养师就特别教大家做月饼 用冰皮包水果吃出健康 冰皮粉 日本太白粉 橄榄油 开水 还有苹果 简单的食材配料过一下子就能变成天然月饼 台中慈禧院院长检手性边学边做 第一次完成水果大福 希望大家吃出健康 任何的事情只要淡淡的 它平淡的 但是它可以走得更加长远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带到志工 中秋节许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 就吃太多留下不少后遗症 尤其慢性病患 肾脏病和糖尿病患者 更要特别注意 只要过了一个节庆 比如说中原普渡 饼干吃得多 血糖也高 再来像中秋节的时候 柚子吃得多 烤肉吃得多 月饼吃得多 血糖 血脂都会飙高 聪明吃月饼掌握三滴一高原则 低糖 低盐 低油 高纤维又能兼顾美味 我觉得很好吃 不甜也不腻也不油 很适合中秋节的时候吃 那里面的甜就是天然的水果的甜味 所以感觉很美味 再配上柠檬爱玉堪称超完美组合 第一个它可以是当作低热量的一个点心 那第二个它其实有高线 那可以增加我们所谓的饱足感 中秋节应景活动少不了 饮食最好还是能低热量 才能保持健康 大爱新闻 李亚平欧阳光辉 陈正栋 台中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